有别于传统二行程引擎带动的割草机 所带来的吵杂及污染排气 这款利用离电池及电动马达 配合未来感的造型所展现的电动割草机 不只有利环保更减轻使用人的负重 学生发挥创意让生活用品有新的面貌 我这是用背负式的电动割草机叫Dark Cut 那就是颠覆以往的二行程燃油引擎 那二行程燃油引擎它造成许多的空气排放的污染 然后它的重量也对人体的造成一些伤害 那这是我们我使用离电池与无刷马达 来取代二行程割草机的这个动力 在次苏科大生活产品设计系毕业展中 学生把有关环保及老人和弱势用品 加以改良创新 也把各种工艺品加入美学创意 利用多样的设计理念赋予这些产品性生命 校方也希望藉由设计展的举办 让学生所学有展现的舞台 生活产品设计今年的主题是极其品 我们是把极其品做心得意涵的定义 它不是过期而是即将发生发光发热的意识 是新产品的到来 我们的产品的议题包括有生态环境的保育 有老人关怀有工艺设计还有一般的生活用品 之后我们会到高雄文化中心展览 是从4月27号到5月8号 之后还会到台北新一代设计展 是从5月25号到5月28号 透过展览可以看到学生无限巧思 让用途机造型上有更大的精进 校方希望培育更多的设计人才 让台湾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能更发光发热 凤星新闻记者周恩成 采访报导 中文字 点解计 采访报导 们 仇马 环 杳真 采访报导